近日 吉林传统戏剧节座谈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 此次会议围绕着刚刚落幕的吉林传统戏剧节展开 供邀请戏曲节专家 各参演院团代表等仅20人参会 他们齐聚一堂 共同回顾了吉林传统戏剧节的盛况 2018年8月16日至31日 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指导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 吉林省文化厅主办的吉林传统戏剧节 在长春市举行 此次活动涵盖了六个板块 包括全国部分省市经典传统戏剧展演 吉辽黑盟四省区传统戏剧展演等活动 共计40场演出 来自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的24家戏剧院团 先后为当地戏民展示了京剧 乐剧 玉剧 喇叭戏 黄龙戏等17个剧种的不同魅力 经典剧母轮番上演 名家名角齐齐亮相 吉林传统戏剧节为当地的戏剧爱好者们 奉献了一场精彩无比的视频盛宴 我最兴奋和也最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在广场那场折子戏的演出 我想有上万人在看这个戏 就是看完了观众还不走 觉得哟 完了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就是观众特别渴望好的剧目 好的角走进长春 我觉得我们努力地去开拓市场 去弘扬这门艺术 不愁我们的民族文化 不得到广泛的认知和喜欢 在此次座谈会上 与会嘉宾不但分享了他们参与吉林传统戏剧节的感受和收获 而且对吉林传统戏剧节的影响 对今后吉林省戏剧文化的发展 也给予了肯定 提出了希望 它让我们看到了吉林文化的另外一个雅俗包容的一个特色 不管是昆雪 玉剧 环美戏 只要是好戏 在这个地方都有观众的掌声 我认为是吉林人就传统文化的守护 从这个意义来讲 我认为吉林从电影制度向戏剧制度 从一个整个的文化制度的打造 我认为吉林十日完全可以体现出来 全国政协金坤市8月29日 在中国政协文史馆举办以京剧的讲究为主题的讲座 此次讲座由金坤市成员 湖北省京剧院院长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朱世慧主讲 全国政协副主席 京坤市主任卢展公 以及部分全国政协委员 戏曲表演艺术家等 180余位听众悉数到场 这次回来讲 看到我有很深的情感 也有很重的责任 因为我觉得京剧普及必须要我们来做这个工作 把京剧的知识 把京剧艺术的特点 要普及传播给大家 朱世慧从京剧丑行的行当特点讲起 介绍了京剧艺术的写艺特色 强调了京剧是以突出演员表演为中心的舞台艺术 同时还讲解了唱面作打 手演身法布等 四公五法的含义 以及丰富多彩的流派风格 拆米油也见 气飞 酒也像 我觉得我要把京剧艺术的特点传播给大家 您京剧有哪些看点 讲座现场 湖北省京剧院的演员彩妆登场 精彩演绎 为观众表演了三叉口 做工等诸多著名京剧选段 讲座以边演边讲的形式 让观众了解欣赏了京剧不同流派 不同行当的艺术魅力 我不但生硬地讲 而且我还鲜活地演给您看 让大家能够接受 这是我的目的 京昆市本次戏曲艺术讲座是2018年第二讲 讲座现场反响热烈 互动积极 全国政协京昆市表示 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定四个自信 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做出应有的贡献 近日由河南省乡城校剧团 创牌的新编历史剧 《智审巡抚案》 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 受到了广大观众和各界专家学者的一致赞许 作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乡城月调 此次演出对该剧种的传承与发展可谓意义非凡 我们基层的园团 愿把我们精彩的节目 奉向给北京的父老乡亲们 希望越调能更好的传承下去 咱目的是为了写家风 家风筝我叫做家风筝 社会的风筝成怪风才能证 这是我写这戏的目的 也是我的感触 会对这演员很鼓励 会使我们这个小剧中会越来越壮大 《湘城月调》诞生于1918年 在近百年的历史宴变中 《湘城月调》逐步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流派 《月调至审巡抚案》 讲述了汉魏建安年间 《湘城县令巡十三》 奉魏王曹操之命 彻查太守巡抚贪腐的故事 该剧目以史为鉴 人物生动 既展示了湘城千年古县厚重的历史文化笔印 同时又具有警示教育的意义 我们还有一个研讨会 就是借助这个研讨会 就是把这个专家通过看 通过之前看这个举本 包括今天看这个演出 然后呢就给我们提出这个 更多的好的意见或者建议 然后更好地促进这个月调集团的发展 据悉 此次展演是《湘城月调》诞生百年纪念活动的 一项重要内容 对于湘城月调乃至整个月调剧种而言 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18年8月28日 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描述群 河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陈永泉等专家和领导 对风秋县创建河南省戏曲之乡工作 进行考察和评审 河南省文联 河南省戏剧家协会等专家一行13人 先后参观了蒋寨戏剧艺术学校 玉剧降服调发源地草岗乡清河吉村 陈乔镇纪马淮古戏楼 外国语戏曲学校 玉剧名丑金不幻艺术馆 玉剧大师严丽品故居 风秋县戏剧文化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 戏剧文化氛围浓厚 是河南玉剧母调降服调的发源地 为了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 风秋县人民政府决定创建河南省戏剧之乡 玉剧教育家孙严德 玉剧大师严丽品 现代玉剧名家金不幻 范靖均为风秋人 目前 风秋县有玉剧演出团体20家 戏名俱乐部55家 希望这个风秋能够在今后 在玉剧发展上能够有更大的担当 期待着我们风秋县委县政府 能够高度重视戏曲艺术 为推动玉剧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29日上午召开了新乡市风秋县 创建河南省戏剧之乡工作座谈会 专家评审们对风秋历史文化深厚的底蕴 和戏剧文化浓厚的氛围 给予了高度的认可 通过此次考察评审活动 进一步促进了风秋县戏剧事业发展和繁荣 增强了戏剧文化自信 让风秋的戏剧文化更加绚丽多彩 日前纪念京剧表演艺术家宋德珠先生 诞辰100周年专场演出新闻发布会 即宋丹菊教授收图仪式在北京举行 来自首都会界的专家学者 以及相关人士参加了此次活动 我们纪念宋先生实际上就是要把京剧 这个刘派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让我们在今后这个京剧艺术发展的过程中 能够借鉴宋派的这个艺术 把它应用到各个刘派当中去 我觉得对京剧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承的方式 宋德珠原名宋宝璐自影之 他的原籍是天津生长于北京 宋德珠公武弹 刀马弹 是京剧四小名弹之一 由他所开创的武弹流派 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今年实职京剧表演艺术家 宋德珠先生诞辰100周年 纪念宋德珠诞辰100周年专场演出 将于2018年12月11日12日 在北京长安大学院举行 届时宋德珠之女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宋丹菊将率领众多弟子 出演多个宋派代表剧院 新闻发布会当天还举行了宋丹菊教授收图 王华 姚宋 张丹 于静 静成拜师仪式 我收了学生以后 我把我所学过的我父亲的东西 和我60余年的舞台生活的经验 点滴的经验 我告诉他们 我希望这些学生们 清除一栏胜一栏 这五位弟子加入到京剧宋派的队伍里 不仅又一次壮大了京剧宋派的大家庭 也再一次把京剧宋派的传承者 延续发展到了更加年轻的后辈 日前 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 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 高原听见贵州 在贵州省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上演 整个剧场里作物虚席 来自贵州省内外的部分专家学者 以及当地的观众在现场观看了演出 那么今天的这台晚会跨界融合的这台 那个高原听见贵州 就是我们团的就是年轻的农国红 他创作编曲指挥配器 全是他那么创作的这一台交响乐 交互式民族音画高原听见贵州 入选了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 由贵州省花灯剧院 贵州省民族乐团 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联合创作完成 这部作品以多彩的贵州高原为背景 整场演出融合了民族音乐 民间乐器 舞蹈 以及多媒体影像等丰富的艺术形式 区别于以往舞台形式的呈现 那我们这一场音乐会呢 我们想的就是和年轻的观众拉近一些距离 用他们比较熟悉的方式 比如说用那个微信小程序 然后进行一个互动 然后呢 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呢 他也会有参与感 就是说他不只是一个观众 他更是一个演奏者 然后呢 在我们的和尚当中 他还是一个就是和尚队员 演出由五个乐章组成 加山水 高坡顶上 节庆记忆 乌蒙寻回 天地人间 其中既有民族管弦乐 小瓢琴与大瓢琴二重协奏 又充分运用了多媒体 尤其是贵州花灯剧院 民族乐团 自行研制的乐器 低音拉弦乐器 也在此次演出中惊艳亮相 他的发明对于实现 传统民族管弦乐队的 低音乐器民族化 有着重要的探索和实践意义 在当晚的演出现场 这种贵州民乐作品 前所未有的表现形式 为现场观众带来了 较为新鲜的视听体验 他们是挖掘了很多地方的图乐器 什么瓢琴 动笛 琵琶 包括低音乐器 都是有自己特点的 它既是原来的 我们的传统民族乐队 又有一些新的乐器加入 所以它对于整体印象来说 是一个重新组合 在这方面 我觉得有相当成功的 这方面的尝试 此次首演结束之后 作为2018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 文化扶贫优秀剧目 还将到三都 金沙 水城 星意等地进行巡演 巡演结束后 这个项目将尝试文化和旅游相互结合 在贵州的双龙镇等地进行驻场演出 在每一个章节里面 它也做到了每个民族文化的特性的展示 而且在里面 它也借用各种艺术方式的融合的表达 所以在这个作品里面 给人的感觉就是 既表达了很好的思想内容 也给人带来了一种 更新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 所以我觉得这是咱们的一种尝试 也希望这种尝试 能够继续往前走 继续推进 首场演出后的第二天上午 贵州花灯剧院 还特别邀请了 来自国内的部分专家学者 对这场演出进行了研讨 专家们对于这场演出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同时也各自提出了良好的建议 希望贵州花灯剧院 民族乐团继续努力 把高原《听见贵州》 打造成为精品力作